如果你出现了口腔溃疡,口干口臭,压鸣出血,肠痘痘,眼睛红肿,嗓子疼,胸门烦躁等等问题,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? 我想,绝大多数人都会用两字概括,上火,兵来交挡,见招拆招。 既然上了火,那当然是想尽办法下火,去火药,绿茶,苦瓜,菊花,莲子星,总有一个法子能搞定当下困扰你的症状。 不过,有这么一类人,虽然常年上火不断,但同时又会表现出很多虚、寒、热的症状,尤其是身体的中下部。 而且呢,这类容易上火的人,越是用性寒凉,为苦涩的清热卸下植物灭火,虚寒的表现越会加重。 哪怕是心烦气躁,就摊了两口水果,一杯冷饮,可能痛经,拉肚子等等问题都会跟着找上门来。 如果你被这样的怪现象纠缠许久,那么就该考虑考虑自己是不是变成了传说中上热下寒的体质,容易上火又怕冷。 阳气跑错地方了,两个动作叫你调回来,上热下寒到底是啥? 在中医的概念里,人体内的气血阴阳运行有如自然界天地的循环一样。 心烛火,位居人体的上部,好比天上的太阳,甚烛水,位居人体的下部,好比地上的河流。 正常情况下,心火界诸微气的下降,向下沉降以温许慎阳,人就不会因慎阳不足而未寒,痛经,腹泻,腿脚冷等等,肾水界脾气的生发,向上升腾以激心火。 人就不会因为心火抗肾出现红肿热痛,心情烦躁等问题。 上面描述的这个状态,中医称之为水火剂剂,说白了,就是体内气血阴阳的循环正常,能让该暖和的地方暖和着,该凉快的地方凉快着。 话说到这里,大家应该能够明白几分了,所谓的上热下寒,其实就是水火不剂造成的结果,容易上火又怕冷。 阳气跑错地方了,两个动作教你调回来。 上热下寒的具体表现,对于上热下寒体质的人来说,一般会同时出现下数左右列表中的一个或多个症状。 上热,口腔溃疡,舌疮,嗓子疼,牙疼,腮肿,流鼻血等反复发作,慢性中耳炎,目翅红肿,眼干眼色,青春痘,假状腺类问题,下寒。 肚腹不温,经常拉肚子,腰息酸冷,肤色暗沉,女性痛经,男性阴囊冰冷潮湿,手脚冰凉,特别怕冷,饮食耐温不耐寒,上热下寒,怎么破? 以适当运动之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上热下寒的体质,除了大家熟知的熬夜老神,自情纵欲,饮食生冷,漏体受寒等因素之外,久坐久卧,缺少运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一大原因。 运动不足,经脉的运行自然会逐渐下降,接着会导致阳气身法不畅,玉壁阻测,该暖的地方又暖不到,上热下寒也就不足为奇,针对上热下寒体质,可重点练习摇头摆尾缺心火和双手盘足顾肾腰两室,容易上火又怕冷。 央气跑错地方了,两个动作叫你调回来,二抛脚降火若胃寒,四肢不温时分明显,抛脚便是再合适不过的法子,取爱叶,最好是爱揉,15克,贵枝10克,置无猪于10克,加入适量清水煮沸20分钟,然后放凉到你能接受的温度,切记别对凉水,直接泡,水温。 不够了就直接再需热水,一般来说,泡脚水最适宜的温度大概是40至44度,水面超过脚踝大概2至3厘米最好,时间控制在15至20分钟,微微出汗为宜,边泡脚边用双手搓后腰,效果更佳。 泡完之后再搓搓脚底的涌圈穴,滋养顺水,既能补羊,又不至于让人上火。 三自制肉桂小米饭,取肉桂6克,磨成细粉,小米150克,蒸至烂熟,食用时将肉桂粉均匀,撒在小米饭上,拌匀,当作主食池。 肉桂能补火助羊,引火归圆,小米可以养胜气,去皮胃中热,益气,两者配合,同气相求,不仅能让上窜的火归胃,还能补皮肾,助羊气,两全其美。 4.爱酒对于上热下含体质的虚浮之火来说,需要用合理的方法把它引到应该去的地方,同时依靠外力去散机聚在身体下部的含鞋,那么爱酒就是非常合适的选择了。 调理池,取神窃,官员,三英交,永泉等学位,每个学位就25至40分钟左右最佳,连续95天,休息两天,然后继续进行。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,找新的永泉学位。